欢迎收看中视五件新闻 我是方彦迪 我们带你来看到 在高雄延城博尔特区 有一家文创仓库 凌晨一点多突然起火燃烧 大火狂烧非常的猛烈 瞬间吞噬了木造仓库 包括知名的文青商店 本东仓库 还有一旁的自行车仓库 附近的居民是从睡梦中惊喜 还有人穿着睡衣就跑出来避难 现场还有一丝业者 看着仓库烧成一片 爆头痛哭 四百坪的仓库最后烧到 只剩下股价 大半夜铁皮仓库大火狂烧 瞬着火手往上窜 还发出爆炸声响 现场一片红彤彤 黑烟弥漫火光染红了夜空 消防队到场破坏铁门进入灌旧 看到仓库烧成一片 疑似业者的女子在一旁 爆头痛哭 附近居民在睡梦中惊醒 只穿着睡衣就冲出来 这段发生不奇怪 有一个很痛的声音 有一个外面变成箱子 哪里烧鸟 然后下来看 他怎么不做对面的大火 他都没有出来好恐怖 因为就发生在九号 大半夜一点多 高雄博二大衣仓库旁 不明原因起火 包括自行车仓库 还有本东仓库 也是在地小有名气的文青商店 两栋建筑烧个金光 商务队总共出动36车78人 燃烧面积高达400平 这个是文化局 委外出租的一个 所谓的本东仓库 如果各位有来过 里面都是一些艺燃的 那个纪念品等等的 透过这一次的事件 我想我们也来全面来检讨 如何强化这方面的这个功能 来博二必逛的文创商店 烧到只剩下股价 里面不只有商品 仪式还有艺术家作品 复制一具 到底为何起火 究竟是人为或其他原因 还有待警方调查 记者红夫人算配权马 家瑜高雄报道